女子靠黑魔法挽回前任 被骗一万三 黑魔法 拿了黑眼之神 这这件事啊 前面就少海英女的小麦失恋了 就在网上呢 看这个占卜视频 这看着看着呢 花了599 占卜感情 大师呢就说 你俩还是有复合可能的 但是 你得做一个符合仪式 小麦呢也是符合心气 说新啊 千两百斤酒 马国白了 大师呢 随便就给他发了一段视频 这两个蜡烛 已经燃烧了细形 仪式已经完成了 哈哈哈哈 不过我建议啊 你再公布一下 9890元 黑魔法套餐 聊天下 这个可以锁住男人的心 那小麦一听这一咬牙说 行 我买 我锁死他 结果呢 发现并没有什么卵用 该分手还是分手 白白损失了一万三千块 我靠 本来就失恋啊 够惨的来 骗我 于是就报了警 经调查发现呢 该犯罪调伙 使用固定的话筹 本真的进行行骗 诈骗金额到达80万 目前呢 这10名犯罪嫌疑人 都被警方抓捕了 不得不说啊 封建迷信 是要不对的 古达拉 这神 他也不是管医院的呀 如果你是谁 你会花钱占卜吗 关注我 祝你解开法律迷惑 变得豁然开朗